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这个事儿就应该说是因为毕竟是外国人 所以采取的方式跟中国国内的贩毒贩待遇是不一样的 国内的贩毒贩不要说两百多公斤 哪怕是一公斤或者半公斤就足以死了 所以这个判死刑对毒贩对中国国内的毒贩来讲的话 那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呢原先的一判就在大家看来就是对一种 应该说是对外国人的一种特殊的优惠待遇 如果是中国人早就直接判死刑 那么既然对外国人优惠了 为什么后来又改判了呢 那么改判的原因还在于跟孟晚舟这个事件相关 中国政府要给加拿大一点颜色看看 就是本来不是那么最严重的处理和对待的案件 要用最严重的这种量刑 来让加拿大政府感受到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 所以呢这次就是说 应该说一反常态吧 这个既然呢到上诉的时候还加刑 而且呢现在据说这个死刑是很难被推翻的 加拿大政府包括总理包括外交部长 已经发出呼吁希望中国政府能够 在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尽可能的不要判死刑 但是呢中国政府似乎在这个问题上 不会妥协让步 那么除非美国就这个事情 对加拿大 就是说给予非常大的支持 如果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见面的时候 如果川普能够直接的提出来 而且用什么其他的条件来进行交换 也许习近平会放这个 应该说让加拿大这个事件就是说得到缓解 否则的话 我觉得很难看出有这个任何就是说不判死刑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事情呢 那怎么会做呢 因为这个事情说来说去 加拿大人有点冤枉啊 会有点委屈啊 就这个事呢本来不是自己的事 是替美国做事 因为他们有这个引渡条约 是按照这个条约来办事 哪知道因此而得罪了中国 所以呢 如果美国政府在这个方面 不帮助加拿大 不给这个中国更加压力的话 如果不能够把这个人从刀下解救出来 那可能加拿大政府以后对美国也会有一些怨言 尤其是现在已经拖了这么久 孟晚舟还有还是没有被美国引渡过去 到底是手续的问题呢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美国到现在好像还不急于把孟晚舟引渡到纽约 所以这里面就是加拿大政府可能跟美国政府之间 私下里面还是有一些 有些东西可能没谈好 我觉得加拿大多少会有些怨言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就这个事件应该说 如果是这样 中国政府采取了这样的一个不可挽回的这种解决办法 那么我相信加拿大政府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会跟中国政府保持一个 就是说跟以前不一样的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双方由过去的特别的友好 变成了拉远的距离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紧张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 夏天说 在去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 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疫苗 就是长春 长生生物公司 因为假疫苗事件引起了全国人的愤怒 但是很不巧 在最近又出现了江苏金湖卫生院注射的疫苗是故期疫苗 引起了一些儿童的不良反应 对这一事件您的评价是什么 关于中国的这个疫苗安全的问题 这个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 这几十年来大部分疫苗都不是那么安全和可靠 就算是没有出事 那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 对这个儿童的生长发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没有经过认真的科学的跟踪评估 有的消息来源说那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这几十年来的这个疫苗 安全的疫苗都来自日本 中国自己没有能力去这个开发研发 或者叫生产这样的疫苗 很多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 那么真正好的疫苗可能他们用在自己的子女啊 一些高干一些这个利益集团的孩子们身上 但是对普通老百姓他们就很马虎 有的时候那个好的疫苗 安全的疫苗 如果数量不够的话 那么就由中国自己的厂家去生产一些不合规的一些疫苗 特别是在这个储藏运送保存的过程中 有些地方不按照这个规矩去办事 过期的疫苗 他这个仍然用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种黑心的妹子良心去赚钱 而且不顾人的死活的一种做法 引起了这个广大老百姓的这种非常的愤怒 但是愤怒呢 现在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到底有哪些官员去承担这些责任 如果直接的光是有一些卫生相关的一些官员 去承担这个责任 还不足以震慑 我觉得可能要去挖这个根源 到底卫生部或者中央的其他的部委里边 有哪些人还跟这个毒疫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长春疫苗公司那个老总 那个女的董事长据说是通天式的人物 跟中央高层 跟很多部门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联系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给人感觉这个毒疫苗事件 毒害青少年的这个做法 不是少数犯罪集团的行为 而是一种国家行为 是跟这个统治集团密切相关的 我们是无法这个原谅 什么样的这个 假如说你是管理不善呀 或者是出现一些责任事故 那个呢还可以进行一些 比如说校正啊追查 要进行一些赔偿 而今天这个情况呢 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 它是跟制度有关联 跟统治集团的这个 这种统治阶层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 另外呢 国家赔偿的这个法案 过去好像公布过 就是国家行政赔偿 国家其他的一些赔偿 就是政府做错的事 要给老百姓以这个民事赔偿 应该这个 这些责任应该落实 得到家属 受害者本人 都应该一方面受到 这个应该接受免费的医疗救治 这个事后的这样的一些补救措施 如果这些东西还不够补偿的话 还应该有这个 其他的惩罚性的赔偿 包括人家假如说真的是受害 因此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的话 那么这个补偿呢 可能是要非常大的数额 不是说做一个象征性的表示 就可以的 那么像如果是在西方国家 这样的事件 一个人可能要赔偿上百万美 那中国呢 虽然可能没有那么高的 这样的一个测度 或者这样一个赔偿的标准 但是至少呢 要在中国的标准下 应该是比较高的 起码也得几十万人民币吧 几十万人民币 上百万人民币 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没有 这样的一个赔偿的幅度 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政府的诚意 我们下午就知道了 我们下午就会用一个赔偿的标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